那面對小朋友的一些特色呢 我們在孩子做一些不適當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叫他 怎麼去帶他 我想有以下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比較傳統的 我用打 用罵 用威脅 我就是把他這個不對的能力磨掉 所以你愛生氣我就打到你不會生氣 偷別的東西我就打到你不偷別的東西 如果小朋友很害羞很內向 難道我們有辦法打到他不害羞不內向嗎 對 所以我們用打跟罵 我們這樣子的邏輯我們就知道 他會有一些很不對的地方 尤其是你不曉得你不打不罵之後 小朋友怎麼做 他是不是在你前面陽風陰危 我在這邊我可以用專業告訴你 其實你用打罵的方式 儘管你收到了表面上的效果 就是你看起來他好像 他好像真的不去打人 他真的不去亂生氣 可是事實上你是把他一些能力特色磨掉 對 就像是你把車子的輪胎拔掉 所以讓這台車子跑不快 可是當他需要跑快的時候 怎麼辦呢 他已經沒有輪子 他不知道輪子在哪裡 那這是傳統的教養吧 可是我們覺得很不適當 因為他把孩子適應社會的同時 他還把孩子很多能力都切掉 那這是很不好的 那還有第二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可能現在大家很常聽到 就是我們要無條件的愛孩子 那給孩子所有的空間 尊重孩子所有的特色 好 這樣子的狀況呢 我想告訴你的是 你確實可以把孩子的某些特色保留下來 但很遺憾的是我必須告訴你 孩子的特色保留下來之後 他不會管理他 保留這個特色 其實這個特色無法適應這個世界 無法適應這個社會 他不曉得怎麼樣去拿捏這個特色 或者把他拿捏得以 就像是剛才小猴子喜歡爬樹 你讓他爬樹的能力保留下來 可是他不分場合 四處亂爬 爬到別人頭上還殺尿 這其實產生的問題 跟磨掉 把孩子整個爬樹的能力磨掉 所產生的問題 其實可能是不相上下 那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想要告訴你第三個 第三個方案 請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方案就是 你很清楚的知道 孩子這個特色是什麼 以及知道這個特色 到底要怎麼去引導 怎麼去帶 那用對的方法去帶這個孩子 讓他不但可以把爬樹的能力保留下來 而且知道在什麼時候 什麼場合 什麼時間 對什麼人 怎麼面對自己 怎麼面對別人 都可以很恰當的 很自在的 很自然的 很自信的爬樹 可是又不會對別人產生不舒服 那這時候其實就會有很多爸爸媽媽問啊 我當然很想要啊 我當然很想要 我可以這樣說 問題是 我連我的小朋友有什麼特色 我都不知道 對啊 如果我可以知道我小朋友有什麼特色 哪一個爸爸媽媽媽不想要盡全力幫忙他開發他呢 對啊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我根本不知道我孩子有什麼特色 第二個問題是 這個特色我知道了 然後呢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啊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特色要怎麼帶 才可以帶這麼恰當 才可以帶這麼恰如其分啊 那我想告訴爸爸媽媽是說 這些問題呢 我們都在跳仰你 幫你預備